大家好 都好久不見 利落了髮型加上腼腆的笑容 尼福德回台之後首度公開亮相 脾氣過去幾個月 在美國聚邦大聯盟的一切 尼也笑得很開心 說後就很適合 就是我很滿幸運的 很快就上大聯盟 尼福德赴美的第一年 就在大聯盟展現好身手 讓台灣球迷予有榮焉 因為我沒想過我被調上去之後 可以這麼快就可以下去 可以下去比賽 然後那時候觀眾也是上晚 其實吵雜聲蠻大的 對 然後教練教育的聲音 也是一直強調說下一棒是誰 可是因為是吵雜聲太大 所以根本不知道名字是誰 下一次後會是覺得 就很開心又是 不把台灣人撈開了 尼福德自憑今年的表現算及格 至於明年將是相當重要的一年 他說會更加努力加強自己 爭取開季二十五人名單 是覺得球是無分應該是不怕進步了 那比較要加強是 有跟投手教練有討論過 就是可能變化球 變化球要再多加強一點 就是可能要再更吸引 變化再更幅度再更大一點 另外這位超級左頭的感情世界同樣令人好奇 其實有好消息就自然會跟大家講 對 因為目前都還在計畫中 對啦 無論是球場上還是私底下 球迷對尼福德的祝福都是相同的 期待土地公來年繼續在美國職棒大放異彩 YTV新聞 蕭欣昌 許培以台北報導 謝謝